新北市就业服务处走出工部门 结合在地厂商联合举办征柴活动 希望透过走动的方式 直接深入到社区内发掘辖聚中 有就业需求的民众 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一个工作机会 新北就服务处呢 除了在我们一般的就是 可能市府内办救博会 或者是在区工所 那我们同时也会结合民间单位 譬如说像我们今天是在红会广场 然后我们都会结合 我们在地化的优质的厂商 然后共同来办理征柴活动 那希望说能够透过在地化的结合 提供我们市民朋友更多的就是 求职的那个广道这样 其实很开心能够跟救福处合办 这样的一个征柴活动 那主要其实因为现在服务业 非常的缺工 那整个百货公司 我们也都是以服务业为主 那尤其餐厅的一个 缺工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一次有蛮多的一个餐厅 知名的连锁餐厅都一起来参与 希望能够在今天能够顺利的一个 招募到适合的人才 配合厂商新装红会广场也说到 能够为在地办理就业真材的优点 不仅让想要找工作的民众就近来面试 而且让业者快速找到优秀人才 至于面试者 想要在百货及零售业界服务 提供几项必备条件作为建议参考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呢 对于红卫广场兴趣的一个有志的朋友们 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 那只要你对零售业服务有热忱 那你有相关的一个专业的经验 都欢迎投地履历 我们整合了就是 就是卖场总共有15家的那个厂商 有求财需求的厂商 那提供了我们将近400多个 蛮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那希望说提供给我们新庄地区 以及呢附近的那个市民朋友 这场中型真材活动 将近15家厂商进驻 提供400多个就业机会 除了能够帮助企业媒合找到人才之外 其实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希望落实在地化的就业理念 协助民众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